古有網紅,襯紅彈,金有香奈兒襯城堡 Hello,大家好,我是AHA 大家好,我是你的洛洛 歡迎回來我們的頭牌秀巢 我們的口號是買不起,並不影響我們BB 今天是我們城堡小專輯的最後一場 也是我們AHA洛洛旅遊團的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法國城堡的大本營 城堡景區中的九寨溝 那就是盧奧爾河谷當中的神農鎖寶 和大家一起來看在這裡舉辦的香奈兒2021PREFALL系列 也就是香奈兒大名鼎鼎的MathieuDot手工坊系列 在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各位旅客朋友們自覺補票 踴躍地給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幣哦 希望可以有大家今天有關注,您的支持是我們買成本車的最大動力 氣增? ? 不? 不,不 勿 winners 對嗎? 這邊 這邊 剛好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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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品牌一年出两季 一季春夏 一季秋冬 香奈儿一年出六季 有Spring x1 Spring高定 Resort x1 Four x1 不是个资深男学家 根本莎莎分不清楚 配合他们家不能水洗不能干洗的衣服 穩居月拋大牌的一姐位置 而且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是 香奈儿有那么多基 然后每一季有那么多件 但是它的衣服在二手市场还是那么贵 一件都要好大几万 我很好奇香奈儿怎么做到的 请给我自身奶水加在摊布里面告诉我们 那我们说回Matella的手工坊系 自2002年的开始 由老婆爷加入《长年占据水服的早秋》这个坑位 每年12月左右推出 展现出香奈儿景以为豪的精湛技艺和匠人精神 秀场中的每套look 都是由香奈儿长期合作的手工坊制作而成的 其中有做褶皱的Lonion 有做花朵和羽毛的Lame 有做金匠的Gousens 有做刺售的Lassage 还有做帽子的Maisel Michelle等等 是的,就是Michelle他们家 不含香奈儿的雕业卖巨贵 对 每家专业的手工坊都各有所长 而且历史都接近百年 Chanel的初衷是通过Mathiel Dutch手工坊系列 来支持这些合作的手工坊 不像高级定制的价格那么触不可及 也不像陈衣系列大同小异 Mathiel Dutch手工坊系列 因为运用了大量的高定中 才会出现的手工工艺 所以深受贵妇们的喜爱每次都刷包 那老佛爷还在的时候 手工坊系列可能还没有让人那么的印象深刻 因为老佛爷每一次的秀场 就算是陈衣,都繁复华丽的像高定一样 我觉得老佛爷还是对得起良心的 他之前说过一句话 You should have something at least for that price 就是说虽然我卖你东西卖的这么贵 但是有两把刷子 我的工艺啊,我的材料啊 可能是匹配上那个价格的 现在再去看这些设计品大牌 就心里就想,就这 之前有个贵妇朋友跟我们吐槽说 以前香奈儿的衣服扭扣都是被母的 现在香奈儿衣服扭扣都是塑料的 但是呢,就自从现任设计师Virginia Villa 执掌香奈儿之后啊 品牌形象一下子从人间富贵花 转变为了修道院的姓女 香奈儿的陈衣秀场就变得非常克制 但是当我看到Mateoda鞋链的时候 我的内心格外激动 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觉 说话不能说半句 就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 那我们回来说本次秀场 本次秀场选址选在了神农所宝 那神农所宝呢 在法国当地也被称为 Chateau de Femme 就是The Women's Castle 女性城堡 因为这座城堡是经过很多位 历史上有名的女性 改造啊,扩建啊,装饰啊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其中最有名的 就要属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情妇Diane 以及她的老婆,法国皇后Catherine 神农所宝呢 原本是亨利二世送给比她大 20岁的情妇Diane的 在亨利二世去世之后 一直寄予城堡的正牌王后 就是Catherine 驱逐了答案 并且把城堡收回 也邀请法国建筑师 这个人设计了连接 和两岸建筑的桥牢 也就是本次香大尔秀场走秀的地方 两位女性都以自己的审美 在这座城堡下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 城堡的摆设 敬显法国王室的奢华与典雅 造就了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 我发现香大尔的故事里面总是少不了风流一世 连秀场都不溜啊 就是品牌DNA 毕竟好设计谈话一线 好八卦流方百世 那我们这个品道要流方百世了 全是八卦 全是八卦 我们回到秀场的Look来看 华丽的工体元素 体现在秀场单品的各个细节上面 比如说在Look1当中 模特胸口非常乍严的金色刺绣 就好像是城堡墙壁上的苗巾一样 Look62的内搭上面 黑银胶织的线条勾勒出城堡玻璃上的文样 更不用提Look39和65当中的荷叶边 浪漫骑士之感呼之欲出 除了这些传统的宫廷风导赛样 我自己还从神龙所城堡本身来提取设计灵感 最醒目的就是本次秀场奇盘歌元素 那我不以为像LB 在LB没有留记忆 怎么了 在LB没有这种记忆 确实没有 在模特行走的这条桥狼地上 脱的就是黑白旗格纹 黑白旗格也出现在了裹身裙上 比如说Look2,Look3,Look4,Look5 脱地长裙上Look10 襯衫裙上Look11 和Gini还在相当点著名的CF包上和2055包上 印上了同款的黑白旗格纹 连模特佩戴的手链,黑白珍珠也相隔排练呼应主题 相传哈利20的情妇Diane 她还在修缮神龙所宝的时候 在城堡周围种满了各种植物 一时间整个罗尔河流两旁 郁郁郁葱葱花开浪漫 Virgini不仅在Look3,24,30当中 运用刺绣和针织融入了花卉的元素 还在Look19,20,21当中 将花卉图案和牛仔这个布料进行混搭 给庄重的Look添加了一次浪漫 而神龙所宝秀丽优雅的戒指外型 也给了手工法工人们炫技的机会 在Look65,66,67这几套闭幕Look中 工匠用刺绣在腰带上绘制了绳索宝的外观 为Virgini略显素雅的设计风格画龙点睛 强调腰线的同时也提升整套Look的精致感 在扩型方面 Virgini通过本次绣场再次强调了她本人的标志性Look 那就是短上妆加上长裙再加上勾勒腰线的配饰 我个人就格外喜欢在Look10和Look39里面 对这种标志性扩型的一个变形 短夹刻在肩线的地方做了溜肩的设计 削弱了传统香奈尔上妆 一直会存在那种紧绷感 而Look10里面的长裙则用了退的工艺 用不完美的毛边打破了长裙自带的垂线条 给整套Look注入了呼吸 在本次绣场中可圈可见的还有设计师Virgini对于软硬材质的碰创使用 在Look55-65中飘逸的诗人秀搭配着坚硬的手镯一柔一钢 塑造出了一个铁外美人的形象 而Look58中焦拓编织的黑布条仿佛城堡外的铁衣炸篮 但却偏偏附在了一层薄薄的纱上 随着模特的步伐摇曳形成了一身柔软的铠甲 咱们再来看Look50中Virgini大多阔幅地剪开了推特展客 用一字领将女性的肩颈露出 仿佛中世纪贵族女性所穿的路肩礼服 搭配质感厚实的推特,庄重又性感 相比于之前Virgini的各个秀场 我认为看完本期秀场之后 给人的感觉是喜悠参半等 喜的地方如上所述都已经夸过了 秀场中有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单品和工匠们的小心思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悠 你怎么会是这种人啊 在Stanley上面Virgini还是坚持着自己的70年代审美 可能是为了照顾我们这种短腿女孩的感受吧 她把秀场模特的腿就修饰的短一点 再短一点 她固执在华服下面搭配了出衣出裤 不是,是打底衫打底裤 再加上万年不变的绑带鞋 把模特的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结成了三段 再加上无敌显胖的灰色、粉色和亮蓝色 标上6000元的价格 就生怕这些打底裤会卖断货 可能就是宁愿会拼呆一直穿 现在请大家眯起眼睛看屏幕 大家看这些打底衫打底裤 是不是让模特看上去 特别像摆放在橱窗里的甲园 了无生气地展示着几件单品 而不是一个鲜活的人把整套look给穿活 另外也请香奈儿播出一些预算给鞋旅设计师 鞋子可是时装品牌的现金奶牛 请不要那么实诚 一点都不勾起我们购买的欲望 好好学学隔壁的巴迪世家LV迪奥 作为韭菜的我求求了 根据本次设计的主题 Vorgini其实可以在鞋旅上有更大的设计空间 十六世纪的贵妇们所穿着的鞋子 随便拿出来一双就能作为设计的范本 但是Vorgini还是依然固执地选择了死亡的闪片金属跳舞鞋 我也很好奇有没有买香奈儿脸裤 鞋子的勇士 因为曾几何时香奈儿的鞋子是很受欢迎的爆火单品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代工那边看他们发香奈儿的鞋子了 所以我就想说代步中有没有人买不过香奈儿的大底裤和鞋子 也佩服你,有事 虽然说Mathieu的手工坊系列 它是更偏重于展示品牌屋的华丽工艺的 但是我们对于香奈儿这一个行业内的领头羊 我们的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本次秀场对于主题的演绎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 我觉得这个算近期比较好的一场秀 大家也去看这个踩市场那一集 被很多人吐槽,真的是 Vorgini对于秀场主题的挖掘其实还可以再大胆一些 这座城堡里的女主人迎来送王 就二女真一王的故事摆在眼前 其中有多少的浪漫、天真、心酸、无奈、释怀 那些瘦女心事都是可以被挖掘的 但是Vorgini只看到了或者说只选择来描绘 建筑装饰的美丽 这就好比买读还珠 只看到了女性城堡当中的城堡二字 却忽略了让这座女性城堡声明远播的灵魂 那就是女性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系列吧 因为它是Mateau的 贵妇可能不喜欢二女真一王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更注重于记忆 清它的内涵 Vorgini在戏后采访表示 在游历神龙所城堡的时候 感到那里的氛围和Chanel在南法的庄园Lapusa 非常的相似 又表示答案在丈夫死去之后 只穿黑白颜色的衣服 这与Chanel所钟情的黑白配色非常的笨合 还说 神龙所城堡里面随处可以见 曾经代表原来主人Catherine的名字的双C标志 和Chanel的logo如出一折 她也没有想过Chanel也真是超乱 股有网红蹭红台 经有Chanel蹭蹭蹭包 上面这句话说得稍微有些严厉 但是大家应该能懂我们的意思 Chanel作为高级时装的一姐 以Chanel女士丰富的人生经历作为灵感 已经能创造出很多作品了 大可不必包着点石成Chanel的心态 和不属于品牌自己的历史硬扯上关系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Vorgini威尔 作为一个独立的设计师 对于Chanel这个品牌的解读和演绎 而不是她作为一个工具人 将品牌元素一味地扩张扩张再扩张 作为一名在行业里面已经庆营34年的设计师 我们依然还是相信Vorgini有足够的阅历和沉淀 去副写出属于自己的篇章 而不是循规蹈矩的 为消费者出一本又一本的notebook 和城邦女主人一样 我们真心希望Vorgini威尔 可以酣畅淋地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来举办一个自己的party 也希望她笔下的高级时装可以重新迎来C绽放的一天 在这里我们也把我们觉得很好看的look放在这里 来供各位富婆们挑选 我们本次的城堡小专题也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点图的风景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你最喜欢哪一场哪一个景点 之后我们也会陆续策划不同主题的小专题看秀系列 敬请期待哦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 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点个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一场收藏分析再见 拜拜